暑假已经开始第三个礼拜 笔头国小却也从暑假一开始就安排了许多精彩的课程 这些丰富的课程不但包罗万象 依照不同梯次有科学营 机器人与空拍机体验营 资讯和篮球运动营 圆网球及排球营 AI体验营 走读山川体验营等等 规划动与进的交替课程 让孩子在暑假有个归属也能学习 笔头国小我们暑假一共开了五个营队 除了我们笔头国小孩子以外 还有来自于我们周边的学校 甚至于三重的学校都有来 我们整个五个营队里面还是以资讯为出发点 孩子的学习 因为在深圳有平板以后 每个孩子平板学习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一次上的课程就是学一些写程式 然后或者是认识Google 那你现在说可以在这个云队学到 我现在可以在这个云队学到更多Google 可以应用的程式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许多学生可能安排出游或是在家 不过笔头国小安排五梯次的营队活动 让孩子暑假充实不无聊 今天将为期五天的Google资讯体验 及篮球运动营 带领学生认识Google的应用程式 包括线上通讯 认识浏览平台 设计与分享 吸引包括新北及基隆的学生参加 我想要学到一些 我平常不会用到一些Google程式里面的一些功能 然后它有什么作用之类的 那像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是Google的课程 就让孩子从最基础的平板运用 到城市的一个这个检地城市的撰写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让孩子更能够掌握深深用平板在学习上面的这个诀窍 然后发展他们属于自己的一个自学能力 校方表示除了静态的Google应用学习 也会让孩子运动包括基本篮球技巧 篮球跑位与战术 让孩子的暑假生活 既可以学到应用程式 也能锻炼体魄充实又有趣 介绍韩威 瑞芳采访报道